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秘密森林二 可怜的徐东仔还下落不明 连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他老婆有点可疑 手下那个女检察官也不正常 于部长就更不用说了 总是心惶惶 团长一心扑在检警协商会上 还利用此事转业舆论对警方的攻击 李恩在和东部地检打得火热 闲暇之余 还找人刺探情报 嫌疑最大的还是彪局长 彪局长的店距离深冬县长仅650米 而且不再想证明可能也是假的 黄沈墓突然把注意力放在了 前例检长酒驾猝死案上 他怀疑徐东仔的失踪跟此案有关 于部长知道后变得紧张起来 连饭都不吃 就跑去见前例检长的妻子 黄沈墓去医政府了解情况 这案子办得有些草率 行车记录仪偏偏偏在厨师当天没开 女检察官记得厨师前一天还开证 这就有问题了 既然知道 为什么报告上没对这部分作出解释 徐东仔草草检案 却在一年后重新展开调查 这么看来 当年经手此案的应该不是他 女检察官在他手下实习 所以是女检察官办的这件案子 死者本就患有心血管疾病 也做过心脏支架手术 虽然是发病导致的猝死 但死者当天去过哪里 见过什么人 为什么会死在那条路上 这些都没调查清楚 女检察官说这不是徐东仔的错 徐东仔是相信他在签的字 这就有点搞笑了 黄沈墓在说他的问题 他就在维护徐东仔 黄沈墓突然想起件事 他从包里拿了费文件出来 女助理说这是他之前 帮徐东仔整理的资料 一共有三份 其中包含了彪局长的个人档案 大概是3月14日给徐东仔的 那天男助理还偷知了 女助理的糖果 前地检长的调查报告 在徐东仔这儿 戏骨派出所的调查报告 在黄沈墓手上 那彪局长的档案在哪呢 黄沈墓质问他们 徐东仔刚失踪 他就问过有什么特殊事项 还特别强调找出 徐东仔失踪前在查的案子 为什么没提这件事呢 女助理说忘了 可他却记得糖果 到底是真忘了 还是故意隐瞒呢 警察官出去了一下 他偷偷给向徐东仔 透露消息的调查组长打电话 另一边 黄沈墓和张行警 去调查彪局长的店 这是一家小吃店 彪局长妹妹在经营 直接问肯定不行 得用点手段 黄沈墓借口用下厕所 厕所在后面 彪妹妹把钥匙给他 他趁机把另一把钥匙也拿走 来到后面一看 这里的环境挺适合藏人 厕所旁边有一个上锁的房间 韩永珍在门口问了句 你有人吗 里面传出了一阵声响 好像是挣扎的声音 他赶忙打开锁 里面很暗 还有一股腐烂的味道 地上还有一滩血 真是小吃做好了 张行警想帮韩永珍打掩护 彪妹妹一看钥匙没了 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再一看上锁的房间被打开 立马变成一幅被发现小秘密的样子 张行警打开灯 味道好冲 韩永珍的目光落在油布上 难道徐东仔被藏在油布下面 揭开一看 是只老鼠 蓄精一场 搞了半天是家黑店 这环境 这卫生 以后还是少在外面吃吧 彪妹妹一听他们要举报 态度立马强硬起来 一看就知道想把标局长搬出来吓唬人 两人没理他 韩永珍突然变得伤感起来 这么久了还没找到人 怕是凶多吉少了 每天有那么多人失踪 徐东仔恰巧是检察官 恰巧是他认识的人 所以偷了很多人力物力在寻找 若徐东仔只是普通人 恐怕就不会这样了 另一边 女检察官告诉黄石木 刚才去问了一下 行驶路线 行车记录仪 通话记录 这些东西都过了保存期 被删除了 他对此表示道歉 当时应该把这些资料收好的 黄石木问他刚才去问谁了 他说是南洋州警局的调查组长 他突然告诉黄石木 徐东仔和前地监长好像有交情 前地监长出事后 徐东仔很受惋惜 接着他又问黄石木 措辞案和失踪案有什么联系吗 黄石木说目前还不清楚 离开益政府地监后 黄石木给余部长打电话 问徐东仔第一次找他时 除了西谷派出所的案子 还提到了什么 余部长的答案是没有 只有西谷派出所一件事 余部长这会儿在失踪现场 他这种级别的人清零现场 可是非常罕见的 与此同时 黄石木开始怀疑余部长的话 徐东仔明明说过 还给了余部长一份资料 余部长却不承认 那是标局长的档案 余部长为何要隐瞒呢 黄石木来到南洋州45号过道 前地监长的事还有很多疑点 尤其是停车的位置 这项往往就隐藏在细节中 黄石木开始模拟案发现场 现实和前地监长一样 行驶途中突然刹车 把车停在路中间 然后是第二种情况 在下刹车后 把车停到路边 模拟完现场后 黄石木来到南洋州警局 找交通系的调查组长 如果是突然发病 车应该停在路边才对 而现场情况是车笔直的停在路上 那是人烟稀少的国道 车速不可能低于60 在这种速度下紧急刹车 必然会留下痕迹 而现场却没有刹车痕迹 无论怎么看都不是普通的意外 调查组长说 是当事人自己叫的救护车 虽然电话拨通后没说话吧 但能做到这一点 证明还没到紧急刹车的程度 在黄石木看来 这就更不合理了 既然能缓慢停车 为什么不停到路边呢 调查组长的解释是喝了酒 这也说不通 喝了酒的意思是不清醒 那不清醒还知道报警 车还停得那么稳 黄石木又发现一个疑点 没开导航 难道前地检长 对这条偏远的国道很熟悉吗 调查组长说 可能用的是手机导航 但车上没有手机支架 那唯一的解释 就是对路很熟了 黄石木继续提问 3月18日 许东仔和调查组长联系过 具体聊了什么内容呢 调查组长说 前几天发生了连环追尾事故 聊的是这件事 这不是瞎扯吗 如果是聊这件事的话 许东仔为什么挂翻电话后 就去了前地检长出事的地方 调查组长死不承认 还问黄石木 猝死案和失踪案 有什么关联 黄石木也不清楚 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临走前黄石木又提出疑问 从前地检长检内 检测出的酒精浓度 还不到一被烧酒的程度 能清醒到自己叫救护车 却不开双闪 把车停在路上 到底是不清醒 还是素质不达标 调查组长说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黄石木出来后 搜索一下连环追尾事故 三月十七日 确实发生过这么件事 临走前他瞥了一眼 公告烂 他刚走 调查组长就给某人打电话 不久后 团长和余部长就收到消息 黄石木去了南洋州 还问了调查组长很多问题 提问的方向都比较敏感 比徐东仔还恐怖 余部长计划让黄石木离开调查组 不然早晚会栽在他手上 团长说这样太奇怪 更容易引起怀疑 他有办法解决这件事 另一半 黄石木又跑去见前地检长妻子 据他所说 对他有印象 是因为他是案件负责人 关于工作上的问题了解的不多 可以去律师事务所问问 前地检长的秘书还在那工作 从前地检长妻子的态度上来看 他很想帮黄石木 但好像受到了什么威胁 只能隐晦的去引导黄石木 黄石木去找前地检长的秘书 从这个秘书的态度上来看 和前地检长妻子有些类似 想提供帮助却有所顾忌 据他所说 初次那天前地检长休假了 那也是前地检长第一次请假 他为了配合前地检长的行程 也请假了 黄石木在他这找到了 没开行车记录仪的答案 有些客户会提出这种要求 一般提出这种要求的都是大客户 前地检长低酒不沾 却在那天喝了一杯烧酒 这个客户的重要程度可见一半 另外 有传闻说前地检长在经济上有困难 好像是家里的兄弟创业失败了 黄石木突然有点迷茫 接连不断的谎言 做从复杂的细节 而且团长也在南洋州警局认识过 种种迹象表明 前地检长的私有问题 但他无法确定这件事 和徐东仔的失踪有关 当午日记时找到徐东仔 如果他在别的市场耽误时间 徐东仔生存的几率就更低了 他已经学会了担心 只是不知道这叫担心 于部长一看黄石木回来了 立刻去追问调查结果 黄石木说两件案子 好像没什么关系 于部长又问了下失踪案的进展 一听还没线索 便开始数落黄石木 于部长想让失踪案 跟警方扯上关系 如果确定和警方无关 大检就没必要插手了 继续挖派出所的事就行 于部长又参谈打听黄石木的调查结果 要不要帮你打听一下前地检长的事 打听的话应该打听哪方面的消息 他只是关心责乱 突如其来的热情让黄石木有些意外 于部长正准备给团长发信息 黄石木进来了 他拿出两份资料 还是那个问题 徐东仔第一次来的时候 除了矽谷派出所的案子 还带了什么过来 于部长还是那个答案 没别的了 黄石木不信 如果只有矽谷派出所的案子 那当时不应该发话 就对检方来说是好事 于部长懵了 黄石木这记忆力太恐怖 他装作刚想起来的样子 开始找他份资料 黄石木上前帮他找 于部长找不到的东西 他一眼就找到了 于部长满脸尴尬 他装蒙作样的说道 原来这标局长也和矽谷派出所的事有关 那这三起案件都有关联 兄弟为什么只告诉我两个呢 黄石木默默的看他表演 另一边 标局长来到革新团 曾经的他和团长是一个级别 如今却天差地别 羡慕 嫉妒 各种情绪浮上心头 他往沙发上一坐 气势不能输 团长给了韩永珍一个眼神 韩永珍开始问他不在场证明的事 一局给我做好 那他立马认清了自己的身份 韩永珍继续说不在场证明的事 案发当天晚上七点半离开 十点半回来 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另外 标局长对案发地很熟 年初的时候还亲自指点龙山警局 投诉那个区域因为没有监控 到处都是小偷 再加上标局长的店在案发现场附近 韩永珍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标局长和失踪案有关 标局长为自己辩解 他只和徐龙仔见过一面 虽然那次见面并不愉快 但还没到失去理智商业灭口的程度 这时出现紧急情况 团长让韩永珍先去处理 是什么紧急情况呢 有人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现在才有勇气说出来 那天我在现场 我是目击者 3秒26日晚上10点左右 我看到有人把什么东西 撞进后备墙 仔细一看 是人的腿 我看到了凶手的脸 所有人立刻忙碌起来 各部门互相配合 很快便查到龙门记者的身份 但这身份有点尴尬 是个前科犯 这种人看到警方的第一反应 肯定是跑 得想个好办法接近他 装成快递员是个很不错的主意 但对方不上钩 一看就是老油条 另一面 组长在国客搜等鉴定结果 黄树木发现的不是灯 也不是字 是手表上的花 组长看了眼自己的表 完蛋了 凶手真是警察 这可怎么办 舆论刚停止对警方的攻击 汇报吧 警方的形象就没了 不会报吧 良心也过不去 组长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告诉韩文珍 此时 黄树木正在问韩文珍目击者的身份 身份证号报到一半 韩文珍不说话了 然后一句等会再聊 也挂断电话 他收到组长的短信了 消息很快便到了搜查局长那 搜查局长当中对团长发火 这都是什么破事 马上把戏骨拍出所那帮人叫过来 秘密森林二第十集的故事 到底就结束了 徐东仔失踪案终于出现了转折 但这个目击者出现的时机有点巧妙 团长刚说要转移目标 目击者就来了 而且钱克范的身份也很微妙 能拿来做很多文章 可问题是团长的目的是 拿下检警协商会 现在凶手指向了警方 对协商会很不利 所以又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 目击者出现后发生了很有趣的一幕 检警互相配合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查到了 从这点来看 想要世界更美好 不一定要权力改革 正如女检察官所说 检警是互部的关系 两方能放下对彼此的偏见 才是最完美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徐东仔的失踪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 就像第一季一样 锦冥黄石木一个人是无法改变什么的 他没到那个位置 很多东西都接触不到 想谋划这么大的局 情报是第一位 必须知道很多秘密才能统筹全局 说到情报 谁能比得过情报局一把手的团长 难道这都是团长做的局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的点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